搜索的 有料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说你们 新公本上线体力服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估摸着也快上正式服了 这不他的圆皮 以及六款皮肤 都得到了或大或小的优化 只是优化的重点在沟通 还不是最终版本哦 知道公本玩家们 期待这是优化很久了 所以我们在爆料的基础上 也整合了大家的意见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圆皮 我和大部分玩家一样 对形象还是很满意的 但是语音改了属实难受 因为我是老玩家呀 公本外国人的小口音 在我的记忆里 已经有了一席之地 现在他的普通话 竟然比我说的还好 是好听的 但感觉需要适应啊 臭话大打啊 不如就跟夏洛特一样 来两个套语音包吧 老玩家可以用旧的 新玩家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再说啊皮肤霸王玩 万象初心 未来纪元都是勇者品质 出场和圆皮没什么差别 前两者的圆化 沧桑感变少了 而未来纪元的圆化 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科技感在线不说 人物造型也实现了大改 画面定格在爆炸瞬间 关门开启战斗模式 整体配色啊 让我们眼前一亮 出场动画和剑魔 就不用多说了 那肯定是比以前好太多了 特效嘛 勇者皮啊 都是圆皮换色啦 然后再说说啊 鬼剑武藏 真就和我上次前提的那样 升级成十字皮了耶 海豹整体不错 但我感觉还不够细致啊 就比如说这把刀啊 剑柄塑料感 有点太重了 但除了掌握可太喜欢啦 这个没 这人呢 这个越黑风高的氛围感 这种无远处上的 非常不是BGM 我直接沉浸式体验了 特效以新红色为主 火焰很耐感 我觉得啊 整体还是不错的 简单给大家放一下 那重中之重是什么呢 这个皮肤可以白嫖啊 真的白嫖 一毛都不用换 你只需要把S27的占领干到60级 就可以免费兑换这款皮肤了 那我只能说 还好我一直秉承 只换贵的 不选对的的原则啊 已经很有先见之明的 兑换了这款皮肤 有没有和我一样的 坐等上线的朋友 最后就是地狱之眼了 我们看到最多的反馈 就是大家觉得原来的海豹更好 那原先的海豹啊 在构图背景上 比较缺湿 但质感十足 这是帽子 紫光的眼睛 以及指导发红的脚 搭配上它的表情神态 就给人一种啊 从地狱来的感觉 再看现在的海豹 人物整体偏年轻化啊 嘴角纳抹笑 把杀戮感给抹灭了 脚也有点大过头了 脱恶魔 但一红一指的刀 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如果把这两张海豹的 各自散光点综合一下 那就再好不过了 出场对比原来还是优化了的 由简短的塔上来 变成了拥有战斗背景 以及能看出故事性的开场了 他的即将发狂之时啊 出现在眼前的平安符 谁看的不知道是阿通给他的呀 这个男人真是该死的专情啊 然后就是这把刀了 我看有小伙伴建议啊 不要实体刀改为鬼火刀 我前前想了一下感觉还不错 以符合恶魔的设定 普光特效整体以紫白色为主 被动一从事会拍下一个爪子 二从事转双刀 一技能向前批出一刀 倒也说不上不好 就是没什么亮点 二技能向前突进 身旁有紫色黑色星红色的特效环绕 突进到敌方单位会护盾 大招从地底伸出一只手 把敌人举高又抓回来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呀 那新传说幽名之眼呢 大体和传说差不多 但这个刀的塑料感更重了啊 不像第一使者会拿的刀呢 特效改为以青蓝色为主 简单放给大家看一下 那家人们对特效还有什么建议吗 欢迎留言讨论哦 一看安定名外 墨逸的现有留言道啊 大千 鬼骨子是不是被摇克制 我今天玩鬼骨子 大招看不见被摇附身的英雄 是机智SBUG 测试了一下 摇附身后鬼骨子开大 确实是两个人都照不出来的 可能是这两个人位置重合 所以无法区分哪个人的根基 是机智SBUG还不好说 咱们不见不散 大友工会96536 虎牙688 每晚7禮拜咱们不见不散 好吗